整个捷运权限跟去年的跨年相比的话 减少了大概15%左右 可是市政府那个市站 那个四个站减少了40% 意思是说跨年很多人还是有去 可是他不去你台北市政府主办这个地方 民众很有智慧自主性的分散到河堤边各处 然后也就是保持一定的社交机率去看烟火 他就是不进去你这个管制区里面 给你人挤人 他摆明了就是告诉你说 我不信任你台北市政府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柯文真是非常丢脸 第二件事情他更丢脸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昨天晚上在压新闻 他压什么新闻 30个居家的那个隔离自主管理的人 跑到那附近去 我们跟桃园做比较 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柯粉就一直在骂 说桃园有五个怎么跑过去了 桃园怎么办 第一个桃园那个是湘西音乐 是五月天办的 桃园本身市政府办的已经停办了 那个不是官方办的 第二个郑文燦他是用一种负责态度 马上触动警方把人给驱离 而且第一时间也没有让媒体不公开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而且罚钱 结果昨天我叫消息 有一些工作人员 他在台北市工作人员 在群柱里面已经收到消息说 有一些居家隔离的人已经跑出来了 他讲桃园 在台北 我要讲台北 但是这个消息 我们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让桃园先发笑 让大家先骂一下 桃园骂别理 大家以为只有桃园有 后来发现台北有30个 结果今天早上的时候只包不住火吗 必须要讲 结果媒体问到柯文哲的时候 说到底有多少人啊 怎么样 柯文哲说什么 涉及国家机密 我看这个是崩溃 然后黄山站出来补充 整个晚上 昨天晚上五点钟开始 大概找到30个人 可是是在周边 没有完全禁管制区 那我必须要讲 你说有一些人跑出来这件事情 是政府没办法控制 政府能控制就是说 预测到这种状况 所以原本官方的活动停办 至于民间的活动 你没有办法逼迫他停办嘛 那就只好说出动天王 出动警方去处理 但是台北市政府不但不停办 而且遇到真的有30个人 足足是桃园的六倍 这个六倍到五倍左右 结果他完全不公开这个消息 但我今天早上来讲 我试问一句 他昨天五点钟的时候 发现有30个人的时候 他说这个消息出来 他的人数在砍半 或是人家四分之一 他明明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他不讲 我觉得这种压新闻的态度 是非常可耻 所以为什么会说 他没有罚钱 因为如果他昨天晚上 马上就罚钱 马上就出动警方的话 这件事情就绝对上新闻了 变成昨天晚上的头条 结果他刚刚今天早上 这事情都过去了之后 才云淡奉献讲座的国家机密 30个人可是距离很远 所以我认为柯文子这一连串 这个座已经完全证明了是说 他真的不是任当一个政治人物